軀體立體定位放射治療是新一代的放射治療機器 英文簡稱為SBRT或SABR 是次數少、單次高劑量、照射體積較小的放射治療技術 軀體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其實和放射治療手術非常相似 但因為照射體積較小且定位技術存收 因此增加癌症患者的存活率 尤其是肺腫瘤、肝腫瘤、攝無線腫瘤、胰臟腫瘤、轉移性腫瘤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一樣的 那如果要比較可以跟一般傳統的放射治療做比較 那跟一般傳統放射治療是差在哪邊呢 主要還是差在說它的精準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照射到旁邊的一個正常器官組織的劑量都比較少 所以它的副作用會比較低 那另外它是用單次劑量很高的放射劑量去治療 去毒殺腫瘤 所以那個效果會特別好 那治癒率呢? 治癒率也不錯 治癒率如果說 根據國外國內外全世界的一個研究來顯示的話 就是說肺腫瘤的部分可以達到九成的控制率 另外 奇美醫院放射科腫瘤科主治醫師林嘉輝表示 並不是每個患者都適合接受這種機器的治療 因此需要專精於區體立體定位放射治療的醫師來評估 通常都需要評估病情的嚴重性 腫瘤體積大小 腫瘤的位置 及是否有比區體立體定位放射治療效果更好的治療方法 它除了精準度高之外 它單次的劑量也相當的高 所以在生物效應的話 其實它對腫瘤的射殺效應會特別高 治療效果預期特別好 另外因為它夠準 所以它治療的範圍會比一般傳統放射線 治療的體積還要小 所以產生的副作用會比較低 而區體立體定位放射治療技術 目前健保還沒有給付 因此在台灣這技術只有五家醫院有在做 不過林佳輝表示 在不久的將來 早期的肺癌與肝腫瘤將會有條件的給付 記者黃俊淮台南報導